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 今天一早 我儿子宝林来电话 说他已经跟远在台湾的姐姐宝奇 讨论了大选的结果 孩子们年纪虽轻 却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关注着国家的未来 之后 宝林跟他爸爸深入探讨了川普总统的政策 对美国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内阁成员 到参众两院的构成 这些看来离年轻人很远的话题 如今已然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格外特别 因为他们第一次拥有了投票权 女儿虽远在台湾未能投票 却依然对大选保持了高度关注 这让我不禁回想起 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的那一年 宝林和宝奇才刚刚进入学前班 有一天 他们回家咿咿压压地告诉我 奥巴马是美国总统 我们热爱美国 宝奇还兴奋地唱起了刚学会的爱国儿歌 孩子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国家的纯真热爱 让我作为母亲感到无比幸福 2016年 川普成为新一届总统时 孩子们也不过11岁 让我惊讶的是 宝奇通过漫画的形式 调达他对川普政策的看法 他用Build More Walls 建更多的强异化讽刺总统 在边界树墙的政策 那一年 政治与国家事务 已经开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到他们13岁时 尤其是宝林 开始经常与他爸爸讨论美国的政治与国际风云 正是这份执着和好奇心 让我这个当时因身体原因无法关注新闻的人 依然不至于与外界隔绝 如今 孩子们已经完全以成年人的姿态 关注国家的政治 他们的热情与成熟深深打动了我 宝林告诉我 他的一些朋友因为民主党失事而落泪 我对他说未来是你们的 拥有这份投入和责任感 你们将会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人 作为母亲 我为他们的成长感到由衷的欣慰 未来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 希望他们继续保持这份对国家的热爱和关心 用智慧和力量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美国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就是美国的未来 参与 کر一些 看一会 am 让助和健康